学习的呢 因为圣经既然是写给我们的 一定是有很多属灵的功课 要让我们来学习 那这一段问候语 结尾语 那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 我刚才特别把那21节 用黄色标注出来 主席带领我们读那一节经文说 我保罗亲笔问安 那我为什么标出来呢 我曾经跟那个冯炳城牧师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一件 他们教会的事情 他说呢 他在他们的教会呢 他们有好几位牧师 那每个牧师讲道的时候 都不是自己来定主题和经文 而是呢 由他们牧师团 一起来定 今天这个主日你讲这一节 下个主日他讲那一节 那再下个主日呢 他讲另一节 所以呢 有一次给他安排的经文 就是21节的这一节经文 要讲45到50分钟左右 我保罗亲笔问安 怎么讲 就这么一节经文怎么来讲 那神有丰富的恩典 那冯牧师说 他就这一节经文 那那一天呢 神感动他 讲了很多 跟这个有关的 相关的一个道 很多弟兄姐妹反映说 非常非常有得着 所以呢 尽管我们有24节经文 那尽管是问候于 是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 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说 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 要我们学习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提到的 国度性教会的一个特质 它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呢 OK 到底是什么呢 OK 一会儿我们再提 那我们之前呢 两次讲到有关复活的道 复活呢 这是一个很广泛 很深入的一篇信息 我们分了两次来讲 那57节都在讲 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 因为耶稣是死而复活的那位主 跟随他的一定会复活 那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呢 属灵的身体 是强壮的身体 不小坏的身体 等等 讲完之后在58节这里 提到了一个所以 因为我们再过几十年 有些人长 有些人短 那总之过几十年 我们就要见主面的 见主面将来 耶稣带领我们来到地上 那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 一个属灵的 要从到永远的一个身体 那在我们地上的 这几十年当中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 其实在58节这里 就简短地提到说 我的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在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圣经当中是没有章节的 所以这个所以 58节这里所以 其实应该包括 16章的内容 怎么见的呢 在16章的13节这里 同样提到了一个 跟刚才58节相关的经文 在这里提到说 13节说 你们勿要警醒 在争道上站立的稳 要做大丈夫 要刚强 14节说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刚才58节提到说 要多做主公 那保罗没有提到 什么公 那肯定很多了 没有办法 一一地去列举 在这里也提到 14节说 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 凡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这个凡你们所做的 那到底做什么 那从15章的 58节 一直到16章 我们似乎好像是 没有讲到说 教会的事工 教会的查经班 教会的敬拜 教会儿童 教会的讲台 等等 社会关怀 好像都没有提 然而 我们从16章的 这24节当中 我们却能够看到 一个国度性教会的 一个特质 借着最后的问候语 和结语 我们却能够看到 在这些所做的 主的工作当中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作为一个国度性的教会 那是什么呢 从这24节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说 原来 就是那个 在人力 在物力上 要共享的 一个教会 那才是 真正的一个 国度性的教会 而不是一个 就是 就是 各扫门前雪 不管别人 瓦上霜的那种 自私的那种教会 那个不是 国度性的教会 真正的一个 国度性的教会 是一个 在全地上 因为所有的教会 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不管它是 什么种族 什么语言 那这是一个 普世的教会 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耶稣是我们的头 所以在这个 普世的教会当中 每一个 教会呢 都是属于 整个这个教会的 一个肢体 当然你我是 也是同样 是这个肢体 这个身体当中的 一个肢体 所以一个教会 你不能够 各自为政 不能够只顾 自己的事情 而不顾 自己教会外的事情 特别是 其他教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 这段经文当中 能够看到说 一个国度性的 一个教会 应该是一个 在财力上 人力上 应该是 共享的一个教会 在过去将近 一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是从一个 负面 从一个反面 的一个角度 来学习一个成熟的 基督徒的一个功课 我们从 马太福音的五六七 我们是从正面 来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 耶稣的 可拆遣的门徒 那我们特别选择 哥林多前书 就是从一个负面 从这个 哥林多教会的 失败当中 来学习 如何成为一个 成熟的 耶稣可以 拆遣的门徒 所以当我们 一直看到 十五章的时候 因为十五章 透过十五章 我们发现说 在教会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 不承认 有死人复活 这件事情 那这是一个 一个基要 真理上的 一个异端呢 如果你不承认 死而复活的话 这是异端呢 更何况在前面 我们发现说 这个教会 还有很多 其他的问题 然而我们 透过 透过一年当中呢 的学习 我们发现说 这个教会 哥林多教会 到底有什么 我们可以学习 效法的地方吗 到底有没有 好像全是 这个失败的地方 都是我们要从中 学教训的 一个地方 但是 我们发现说 十六章 我们终于看到 教会的优点 前四节当中呢 前四节当中呢 我们发现说 提到了一个 捐相的问题 我没有都 列在这里 只是第二节 第三节 这里提到 这里说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 镜像抽出来留着 免得我来的时候 线抽 即使我来的时候 你们写信 举荐谁 我就打发他们 把你们的捐资 送到耶路撒冷去 很简单的 四节经文 那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教会 要在每个主日 要把自己的镜像 也就是收入 自己的工资 要抽出来 留着 等呢 十几成书的时候 要把他送到 耶路撒冷去 很简单 那这个 很简单的 信息当中 其实呢 我们要对照 另一封 保罗所写的书信 也就是 哥林多后书 在哥林多后书的 第八章 第九章 我们才知道 这四节当中 提到的一个背景 哦 原来 在耶路撒冷教会呢 那那些众圣徒 已经落入到 一个贫穷的景况当中 需要其他地方的 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支援 来帮助 那透过 哥林多后书 我们发现说 原来哥林多教会的 弟兄姐妹 在捐献上 财务的分享上 是非常积极的 他们非常愿意 伸出手来 帮助耶路撒冷的 那些众圣徒们 哎 我们终于 透过这几节经文 以及哥林多后书 我们知道说 哥林多教会 其实一个 在这方面也是 在这方面 做的是蛮好的 一个教会 是值得我们 学习和效法的 一方面 那 耶路撒冷 为什么有 这个贫穷的情况 发生呢 在哥林多前书 我们没有背景 那 其实在哥林多后书呢 也没有详细的介绍 到底 耶路撒冷 发生什么情况 因为在耶路撒冷呢 你想 当时所有的使徒 基本上都在那里 所有的使徒 都留在那里 那其他的 弟兄姐妹 很多都已经 逃离了耶路撒冷 因为有逼迫嘛 到了撒玛利亚 到了犹太地 全地 OK 那 我们不知道 在这两 两卷书当中 详细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 事情 致使 耶路撒冷的 这些圣徒 陷入到贫穷的 景地当中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 透过 使的行传 我们能够 了解 一点点 一点点 因为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主耶稣升天之后 那圣灵降临以后 在耶路撒冷的那些 那些弟兄姐妹 非常的火热 而且那些 未信主的看见了 圣灵降临以后 这些 这些基督徒 竟然能够说方言 也就是能够讲他们 他们本地的语言 是这些使徒们 这些门徒 根本没有 学习过的语言 透过他们 没有学习 不懂的语言 来讲述神的大能 那听的人 就很惊讶 所以在那种 火热的时期当中 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卖了自己的田产 家业 然后都奉献给使徒 所以那时候 两千年前的 耶路撒冷 有一段时间 是共产主义社会 弟兄姐妹都卖了 田产 家业 然后按照使徒们 按照个人所需 来封给个人 然而再好的制度 总是有人要 abuse或滥用 这就是人性 因为我们都还在地上 人性的这种恶 是在当中的 尽管那时候 弟兄姐妹都非常火热 然而总是有人 要滥用这样的制度 可以说是一种制度 共产的制度 所以那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个叫亚拿尼亚 还有他的妻子 叫萨菲拉 他们卖了田产之后呢 悄悄地自己 私下留了一部分 然后把其他的 就交给了使徒 使徒就问说 彼得就问说 这是你们所有的田产吗 他们就撒谎 说是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业 结果圣灵就击打 这两个夫妇 结果当时就死在了 前后就死在了 使徒的面前 因为他们不是欺哄人 而是欺哄圣灵 欺哄神 所以你看 再好的制度 总是有人去abuse 那是不是之后 又有人继续来abuse 这样的一个共产的制度呢 如果是按照真的是 大家都同心合意地 卖了田产 然后按照需要 来拿取的话呢 我想这个应该能够 可以持续很久 但是因为人的罪性在当中 所以这种制度 我们发现 根据圣经 可能没有持续到 25年左右 没有记载 但是推算 大致在 从开始到结束 可能就在那么20几年当中 这个可能是一种 致使那些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 贫穷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想东西都卖了呀 没有产业了 所以有些人 可能就落入到贫穷当中 另外 在公元的40年左右 在那个地方 在整个那个地区 有大饥荒 所以有一些 寡妇就逃到了耶路撒冷 所以在当时的 耶路撒冷教会 就有很多讲 希腊语的寡妇们 他们进到教会当中 这样的人多了 那总得有人 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因为没有人 照顾他们的需要 所以他们就发怨言 以至于最后成立了 执事会 那使徒们 拆派了七位的执事 专门来负责 这些寡妇们的需要 那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因为 饥荒所致 进入到了教会 这可能也是一部分 造成这些 弟兄姐妹 贫穷的原因之一 因为有饥荒在那里 那大家也知道 透过《史的行传》 特别是呢 到了一个地步 那在耶路撒冷的 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 逃离了耶路撒冷 到了犹太地和撒玛利 弟兄姐妹 能逃的是不是 应该有一点经济基础啊 能逃的 留下来的呢 可能就说 哎呦 你看我两手空空 我逃到哪里呢 留下来的呢 很有可能是 一无所有的人 包括那些使徒 因为我们知道说 那大部分的使徒 那彼得当然是 有一段时间是出去了 那几乎所有的使徒 都是留在耶路撒冷 坚守岗位 因为有很多的 其他的弟兄姐妹 并没有逃离 所以留在 耶路撒冷的那 基督徒们 很有可能是 经济条件都很不好的 甚至是一穷二白的 基督徒们 总之 可能有种种的原因 abuse 那个共产制度 饥荒 还有这个受逼迫 所以在耶路撒冷 这个母会 可以说是母会 这个母会 就这些弟兄姐妹 在保罗给哥林多教会 写信的时候 甚至之前就已经 有这样的需要 需要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教会们来支援 那接着保罗的书信 其他的地方 也都知道了 耶路撒冷的需要 所以我们发现说 哥林多教会 知道这一情况 知道这一情况 但什么时候知道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根据 这四节经文 我们知道说 因为保罗 只是要求教会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每个主日 按照镜像 留下来 专款专用 等到一定的时候 保罗派人来取 然后呢 拆派信靠的人 可靠的人 来一起 把他送到 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只是知道说 保罗在这里 安排如何来 收奉献 至于他们 什么时候起意 愿意要奉献 我们无从可知 但是最起码是知道说 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知道了母会的需要之后 他们非常非常的 愿意伸出手来 帮助耶路撒冷 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看 这就是这个 保罗一直责备的教会 他们的可爱之处 他们并不是 紧紧地 顾自己的需要 当他们知道 其他教会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愿意伸出手来 来帮助 这就是一个 国度性的一个教会 国度性教会的一个特质 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在财力 物力 人力方面 互相分享 互相帮助 互相支援 那主耶稣呢 在福音书当中 多次提到了钱财 多次提到钱财 不是因为主耶稣 喜欢钱财 他才教导 钱财的功课 而是因为 你我这些人 太爱钱财了 所以耶稣 多次地来教导 有关钱财的功课 所以呢 金文其实在旧约当中 也提到说 借给贫穷人的 是什么 怜悯贫穷人的 其实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从旧约当中就开始的 一个属灵的功课 犹太人是最清楚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 照顾孤儿寡母那些穷人方面的 犹太人一直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到现在 美国之所以能够有这样 大规模的这种 救济穷人 包括这种捐献 其实跟犹太人的传统 或者是圣经的传统 是直接相关的 因为神有应许 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偿还 OK 那可是呢 因为我们不懂这种功课 我们也没有操练这种功课 所以耶稣 才不厌其烦地来教导 在这方面的一个功课 因为我们 我们世人犯罪之后 其实就成为了 罪恶的奴隶 其中一个 一个罪恶的奴隶 其实我们就成了 金钱的奴隶 是被财物 被金钱 所恐绑 所挟制 本来神 创造万物 是交给人来管理的 我们应该是管理钱财的 我们应该是主人 但是犯罪堕落以后呢 人却成为了 钱财的奴隶 被钱财来挟制 那 我过去是在 在北京从事法律的工作 那有一个很深的 很深的一个体会 那法院 从收集资料 到这种 这种做笔录 然后呢 审判 最后裁决 最后包括出判决 都很顺利 一般来说 都很顺利 但是呢 如果在一个案子当中 特别是民事案子 经济案子 如果你胜诉了的话 你先别高兴的太早 为什么 因为通常在最后的 那个执行阶段 非常难 往往 就是到最后那一步 案子是胜利了 那最后呢 交给执行厅 通常法院有执行厅 执行厅呢 那工作人员 会带着人去到 那个败诉的 那个被告家里去执行 那往往遇到 很大的难处 不管是这个个人 还是公司企业 常常 我不说所有 常常会 至少我那个时候 常常会遇到一个 就是说 没有办法执行 到了公司之后 人才 整个是公司全空空 都已经被 都被卖了 都被封了 账户也是 轰轰如也 没有办法执行 那到个人呢 那就更是 往往那个被告 拜诉的被告 拍着说 要命由一条 要前面一封 全是这种 所以你看 就是说 这个人已经 在礼上 在法上 你已经都 败诉了 在 就是说 你又不是一个 有限公司 你应该是要 承担责任的 败诉了 你就应该 成成实实的 该偿还 就偿还 该赔偿 就赔偿 但是 我们已经没有 这种诚信了 我们把自己的 命看得比 什么都重 已经不顾 什么那种 公义了 诚信了 已经不顾 那种什么 法律的判决 已经不顾了 因为人 活在了那种 瑕疵当中 人成了金钱 和财务的奴隶 有一次我回 回家探亲 我妈妈给我讲了 一个 就发生在 我们 我妈妈住的 他们那个小区 隔了两栋楼 那时候 因为这是2009年的事 已经十几年前的事 我回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讲 说刚刚发生了 一件事情 说有一个邻居 从楼上 跳下来 死了 我说 为什么呀 他说 不就是为点钱吗 说怎么回事 我妈妈给我讲 说他们那个小区 因为太老 那个房子 都非常的破旧 所以是属于拆迁的范围 所以那些房子 那些楼 都是五六层那种破楼 连电梯也没有的那种 要拆迁 所以都属于拆迁的范围 在这个计算拆迁费用的时候 这个老爷爷就觉得说不供 给的太少 所以就不搬 成为钉字户 可是他的儿子正好在政府工作 政府工作 别人都知道说 原来你爸爸是钉字户 所以这个儿子压力也蛮大的 那儿子就找爸爸说 爸爸 这个我们就搬迁吧 因为这个搬迁的标准 拆迁费用的标准是一样的 你看别人都搬走了 咱们也别赖在这儿 因为这个我知道 都是一个标准 我们也并没有吃亏 这个爸爸一听儿子 这个胳膊肘往外拐 一气之下就跳楼了 命重要还是钱财重要 其实那个爸爸年纪并不是很大 那就是因为这个搬迁费用 觉得不供 别人都能接受 就是他接受不了 就跳楼了 其实一样 在耶稣的时代 你看耶稣问那个少年官 少年官问了一个问题 说夫子 我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 然后耶稣就说 那你回去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卖了 风雨穷人 来跟从我 少年官是个财主 他的反应呢 他就悠悠愁愁地就走了 悠悠愁愁地就走了 其实耶稣这个问题只是一个考验 只是一个考验 到底你看中永生 还是看中你的财产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得永生的条件是什么 得永生的条件绝对没有说 你必须要卖掉你所有的财产 封给穷人 没有 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这个 说你只有卖了你所有的家产 封给穷人 你就可以得永生 没有 耶稣之所以这样来回答他 完全是一个考验 你要不要顺服这位 你称为夫子的 实际上是上帝的那位耶稣 你到底顺服不顺服他 他悠悠愁愁地走了 因为他更看重自己那些财产 而不看重永生 所以一个国度性的教会 其实教会就是你我这些基督徒 国度性的基督徒 那在钱财上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保罗说要多做主公 主公的确有很多 教会有很多岗位需要 但是在钱财的处理上 这个功课 我们到底学了这些年 有没有学会 有没有学会 还是仍然把住 这首我的 我的 我辛辛苦苦打工挣的 我怎么能够随便地 就奉献出去呢 这就是一个国度性的 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特点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 那里保罗特别强调说 当你奉献的时候 接受你奉献的时候 就得了凭据 就知道你是信耶稣 送福福音的 从那些经文 真的能够看出一个 宝贵的价值来 当我奉献钱财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就能够知道说 我是真正的送福耶稣 并且是送从福音的 然后他们就把荣耀 宗贵归给上帝 多美的一个图画 我奉献的时候 别人感谢上帝 然后也得了十句 知道我是送福耶稣基督 送福福音的 我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背后 奉献那个背后的 那个价值 还是只是 我账户里的那些钱财呢 那在圣经当中 提到了一个 刚才提到了一个 马其动教会 其实在哥林多后书 提到了马其动教会 说这个教会呢 他们在大患难当中 在极穷之间呢 还格外地显出爱心来 他们凭着自己的 按照自己的力量 也超过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你看 马其动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很穷啊 但是他们是按照 自己的力量 甚至超出了 自己的力量 当他们知道说 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 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祈求保罗 接受我们的奉献吧 然后转给那些 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吧 这就是一个 国度性的基督徒 这才是一家人 才是一个教会 我们都属于 耶稣这个身体的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十二节那里 提到说 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 其他肢体就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的时候 其他肢体就得荣耀 这才是一家人 普世的教会是一家人 财务上的支持 人力上的支持 同样 同样 OK 这个故事太长 我跳过去 不讲了 OK 大家在网上可以找这个人 找这个宣教师 Roy 他本来是 是一个在二战期间 他是在那个 珍珠港那个舰队上 是一个炮兵 那他三代是做基督徒的 但是呢 有一次查经的时候 带领的人说 你来背一节 熟悉的经文 结果他就怎么也 背不出来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的 头一天 发生的事情 他们这些基督徒 称为基督徒的人 聚集在一起 结果查经 背经 结果他一句也背不出来 一句也背不出来 好不容易想出了个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哎呀 他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 他就重复重复 生怕忘了 可是没想到 他头一个人 也背的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到了他 他就说 sorry 我一个也不会背 所以那天晚上 他就睡不着觉 他就自责自己 哦 我是一个假冒 伪善的一个基督徒 我是一个骗子 我是一个冒牌货 他很自责 结果第二天早晨呢 珍珠港事件爆发 当收到 他所在那个舰领上的警报之后 他们这些炮兵们 就急速地上了舰领 可是 他们发的那个炮弹 全是练习弹 所以他们打出来都是空炮 是为了吓唬那些日军的那些空军 等着一边发空弹 一边等着那个蒸弹 真实的炮弹运用过来 那再发炮弹 那个空弹的时候 他自己 因为那时候 如雨般的那个炮弹 子弹落下来的时候 他当时呢 一边发那个空弹 他一边说 哦 上帝啊 我一直是一个发空弹的基督徒 发空弹的基督徒 这些年当中 如果这一次 我要是能够有幸生存下来 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生命 珍珠港事件 他从活下来 而且也照着他的祷告 他最后做了 他之所以有名 就是他成为一个 成为了一个那个导航会 The Navigators的那个导航会 很有名的宣教机构 导航会的第一位宣教士 所以他之所以有名 就是他是第一位导航会 拆派出去的宣教士 然后呢 他跟Billy Graham也配搭服饰 后来呢 他到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成立了 新加坡的导航会 借着那个导航会 他祝福了很多亚洲的教会 OK 所以他不只是服侍自己的教会 本来说要跳过去的 简单的 介绍一下这个人 那他祝福了很多的教会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 他不仅仅是属于 这个local church 这个地方教会 他是属于普世教会 是耶稣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 每一个教会是一个肢体 你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肢体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些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教会 很多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有哪些教会 马其洞教会 哥林多教会 加拉泰的众教会 还有以弗所教会 耶路撒冷教会 马其洞教会 亚盖亚教会 亚西亚教会 还提到了很多人民 对不对 熟悉的秦茂泰 亚居拉 百基拉 亚波罗 还有 不熟悉的斯蒂凡 这个不是那个 殉道那个斯蒂凡 哥林多教会的斯蒂凡 斯蒂凡 福图纳都 还有那个雅盖骨 这些我们不太熟悉 只出现过一次 你看 这些教会也好 弟兄姐妹也好 其实都是 不是仅仅服侍自己的那个教会 而是有需要就到哪里 那这个本来 提莫泰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侍 尽管他年轻 但是很近前 那他受保罗的差遣 准备要到哥林多教会 去帮助哥林多教会 那个亚波罗 本来是在哥林多教会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 头几章我们就知道 有个党 结党的党派就叫亚波罗党 其实呢 就是知道说 我们知道说 他之前在哥林多教会 是帮过大忙的一个信徒 但是呢 后来这些弟兄姐妹 因着这层关系 封门别类 成立了个亚波罗党 所以呢 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 亚波罗说暂时等一下 等到十七成熟之后 再去哥林多教会去帮忙 因为现在这个教会有问题 他不能去 那等时机对了的时候 再去 那你看 刚才提到了斯蒂凡 还有那个 那个福图纳都 还有那个亚盖古 特别从哥林多教会 跑到以佛所 来探访 保罗来 那这都是一个使 这个国度性教会的特质 人力物力 互相风向 哪里又需要 就去哪里 那个亚居拉 百基拉 更是 自己是全职的一个 不是全职的传道人 而是带职的一个传道人 哪里又需要 就到哪里 帮助那里的教会 然后就地自己 找工作 养活自己 包括保罗自己 支帐篷 来养活自己 OK 所以呢 你看 我只是在这里 列了这么一个教会 几个人 那从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 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说 保罗不是简简单单的 提到了这么多教会 这么多人民 而是让我们从 一个地方教会 把我们提起来 从空中来看 一个普世的一个教会 要让我们 不要只是一个 local church的一个信徒 或者这个教会 不是只是 雇你自己的需要 而是应该 要 要 站起来 升到空中 放眼来看 一个普世的需要 普世教会 普世弟兄姐妹 他们的 他们在财富上 有没有需要 人力上有没有需要 有 那我们按着力量 甚至超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来帮助 这就是一个 国度性的一个教会 应该有的特质 那我清楚地记得 有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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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那个 哈森达海 有个教会 叫国际大使命教会 多少人知道 这个教会 有很多 国际大使命教会 就在哈森达海 就在哈森达海 他们那 有一年 他们选择了一个主日 他们这里没聚会 停止一次聚会 他们 他们人 当时他们好像有差不多 快将近一千位弟兄姐妹 他们就鼓励弟兄姐妹 按照小组 按照小组 去别的教会 去聚会 拿着教会 写的一张支票 按照小组 到其他的教会去 聚会 然后奉献 再为聚会的教会 祷告 那一年 我是在 罗省基督教会 丹门爸服侍 我就接待了 他们一个小组 差不多十位弟兄姐妹 他们参加我们 国语堂的聚会 聚会完了之后 我们正好 也是午餐的时间 我们一起 一起吃饭 然后他们当中 那个组长 就代表 国际大使命教会 给我们教会 奉献了一张支票 然后为我们教会 来代表 哎呀 我知道那一天 我跟那一天 那个组长告诉我说 他们教会那天 没有主日崇拜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去了周边的教会 去聚会 祝福他们去的 那个教会 不光是祷告的支持 而且呢 有一张支票 哎呀 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才叫 这才叫国度性的教会 国度性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埋着头 关着门 拉着窗帘 我们只忙自己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 连自己的事情都不忙 因为他不把教会的事情 当做自己的事情 这个不是一个国度性的教会 不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 真正普世性的一个教会 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 一个肢体有需要 其他的肢体就应该去帮助 一个肢体得了荣耀 我们都应该为此欢欣鼓舞 所以一个国度性的教会 就应该是在 这个财力上 人力上 物力上 互相分享的一个教会 不仅仅是你在教会当中 有一个职务 来服侍 那个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也要成为一个 国度性的一个基督徒 一个教会 有一个父亲 领着自己的十岁的孩子 到了穆迪 穆迪是美国有名的 一个传道人神学家 到穆迪那里说 说牧师 我准备把我们 一点五代奉献给神 穆迪一听说 一点五代 谁是那个零点五呢 这个父亲就说 他才十岁 他是零点五 所以我们加起来 是一点五代奉献给神 穆迪说 打住 你才是那个零点五 这个十岁的孩子 才是一点零代 他可以把他一生奉献给神 你只有余生 才奉献给神 OK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到了 有一点点余生的时候 或者是 残生的时候 当然有些姐妹 把自己的仙身 奉献给神 不管你残生 余生还是仙生 总之 神是要我们全人 都应该奉献给神使用 不管你是全职代职 总之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成为一个使者 成为一个祭司 成为一个君王 成为耶稣在地上的代表 来祝福 不光是所有的教会 我们所在的教会 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那些还有没有信主的 那些地区 那些人 那才是一个国度性的基督徒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你呼召我们 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 主啊 成为主你自己的仆人 使女 不仅仅是要让我们服侍 我们所在的这个local的church 这个地方的教会 更是要提升我们 成为一个国度性的 一个普世性的一个教会 普世性的一个基督徒 主 谢谢你 主啊 这样看重我